这是厚颜在做 他的职业很特殊就是 低基金卖 那他非常自豪 他的基金是经过台中市政府认证 是没有放黄腐气的 他还去申请一个 把特殊的标志贴在他的基金上面 我曾经买过他们家的基金 给我的长辈喝 他们都占不解口 那这一位小姐在52岁来 那他太太偷偷告诉我说 他的先生为了要这次做四管婴儿 花了二十万去台中总统 做了一系列的身体健康检查 因为他先生是60岁 太太是52岁 那做四管婴儿52岁 要用什么样的疗症 你可想而知 一定是第三方生的细胞 我们足之一枚染色理症状胚胎 成功怀孕 生了一个女儿 最近他拿着过年前农历春节前 他拿着红颜有名的血花灾跟基金过来 他说蔡医师 我生的这个女儿跟我长得很像 他就秀一张他跟她洗澡 妇女洗澡的照片 真的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那52岁为什么要生 他在这边已经原先有三个女儿 为什么还要生第四个 因为夫家没有小孩 所以52岁的朱小姐她 要帮她的先生生一个 那 这里面又有一点猫腻 就是说当我们做胚胎染色理症状 要住日的时候她先生不想住日 后来我跟她讲两个重点 第一个是 我说你现在60岁 你太太52岁 20年之后 不要说20年 10年之后你70岁 你太太62岁 20年之后你80岁 你太太72岁 会不会老 会啊 会不会坐着你 可能啊 会不会有生病 也是有可能啊 年纪越大也有可能 剩一些 比如说跟癌症有 我不是去软息 就是说年纪大了 难免会增加一些年老的疾病 包括四肢症 那 第二个 我再跟她讲第二个重点 蔡英文的爸爸生病 住在台北农中 谁去看蔡英文的爸爸 蔡英文那时候是刑医生院副院长 是蔡英文的女儿 她听到这两个以后 就同意我自治配胎 还好 她那时候 刚愿意有 还在做产检的时候 她特地坐下来 她要做八座的时候 先生特地跟我感谢 说蔡英文还好 你当时帮我做这个决定 否则的话 我现在也不会有一个女儿